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福奇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就是我们1800集的节目 照我们节目的以往都会在 都是会在百集的时候 做两集 一个是介绍玩具 就是正常的一个流水的一个编号 另外的话呢 会做一个稍微心情上面的谈话 那今天就是我们的P1 我们来做一个玩具的开箱 这个是传承的里头的 科伯文跟大黄蜂的组合包 它是两个核心级的玩具 那这个盒子的话呢 在实体店基本上是买不到 它是在台湾的玩具反抖城官网限定 我记得是这样 这是我的好朋友 齐慧哥借给我的收藏品 好像这个东西 是台币1800多块钱 换成人民币的话是400多块钱 你可以想想看 两个核心级的玩具 卖你这个价格不知道各位是作何感想了 玩具的实体 一台大红蜂 一台带货柜的OP 还有一个小滚珠 小滚珠在这里 我们把它给拿出来 那其实呢 这个可能当时很多人会 会骂这一款玩具 就是说你两个核心级的玩具 摘一个货柜 卖的这个价格已经是一回事了 主要是呢 这两个模具呢 还都是一个改色 那我们就稍微做个简单的对比 这个大红蜂 然后这个是之前美版的一个版本 可以看出来车窗的颜色 有着明显的不同 博派的标志 色彩 还有这个车身 各个方面来说 这个都是比较光鲜亮丽一点点 包括轮胎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其实以大黄蜂来说 我觉得吧 可能之前的美版的配色 我可能还会比较喜欢 至少它的这个玻璃 你看这个玻璃 它这个还有一点点反光的感觉吧 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2D感的话呢 可能这个涂装你会比较喜欢 但是就这个轮胎的颜色 我想可能黑色轮胎 是不是感觉质感会好一些 那其他的话 因为模具都是一样的 各位明白就行了 那么以这个OP来说的话呢 我们请手滚住呢 暂时顶替一下OP的位置 那这个OP来讲的话 一样的状况 配色来说也是组合包的会比较鲜艳 而且它的大腿 你看它是白色 这个是所谓的玩具配色 还是G1配色 那这个地方是灰 但是它有一点胜出 它的轮框居然是上了银色的气 这个是它胜出的一个部分 那以车窗来说 这款OP的车窗的配色 跟大红风是一致的 这比较2D化的一个配色 但是呢 我就说官方哪有那么好心呢 原来它把 它这个地方这个车轮上的银漆呢 是把这一块 你把这里的银漆给移到 这里的去 是吧 你这个 还有这里啊 你各位看到车头的话 对不对 美版的图状是不是多了点啊 这个官方果然是大企业啊 一点都不吃亏 这是太厉害了 那后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了啊 因为有货柜的关系 它多了一块 这个部件 那这个部件的话呢 也是 装到这个美版上面 当然是 一样是可以装了 毕竟它是一个相同的 相同的模具 那 这个东西装上去的话呢 你即便不挂货柜啦 它对于一个车子的一个美形度 当然无疑也是会有一个提升的啊 那我们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小滚珠 小滚珠就是 没有什么好特别说的啦 就一个 嗯 一个一个 这样啊 没有多的涂装 OK 那我们最后的话呢 就来看一下 它的货柜的部分 货柜的这个部分呢 是这样子 你扣上去之后啊 有点紧 你要扣开来的话呢 就很紧 不好扣的话呢 就暂时的 要先把它给打开 推一下 这样的方式 那 大黄蜂的话呢 你要收进车子里头呢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里头的话呢 那些武器的部分呢 你可能要暂时的 先把它给拿掉 这样进来的话呢 就能把 大黄蜂呢 给完美的收纳进去了 那我们呢 一同来看一下 它们的变形过程了啊 大黄蜂的话呢 开始啊 这个车头的话呢 可以从这里 稍微扭开一下之后 我们把整个 车子的这个地方 侧边 拉开 这里 锁扣解开 脚的话先拿出来 然后后面这两个 锁扣解开 往这个翅膀 把它往上翻上去 这武器的话呢 可以先把它给取下来了啊 然后呢 手臂的话呢 它这里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转轴的 把它转出去 这里是一样的 两头都给翻出去 然后呢 再把头呢 给往下面折下来 这里折进去啊 整个推过来 到这边 整个一个前胸 跟这个后背的话呢 就一个贴上了啊 我们以前说 前胸贴后背 是饿到肚子 受不了 叫前胸贴后背啊 两腿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只要直接往下折 这个腿部的话呢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 整个颜色呢 非常的亮 那你可以对比一下 这是原本的美版 那么它 这个当然我 这个没有说 一定哪一款比较好看啊 就是给各位做个对比 以我自己来讲 我还是会觉得 这一款颜色比较 好看一点 它这个黄呢 我觉得 就是看上去 我觉得比较舒服 这个也不是说不好 那 最大的差别还是这个黑色 跟灰色的差别 那我是觉得黑色 跟这个黄色的反差比较大啊 不过这还是一句话啊 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了啊 那以关节的表现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组合巴的 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的松了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可动 头部的话呢 左右转动 没有问题 它并不是球管 只能够左右转而已啊 那手臂的话呢 390度的转动 当然没有问题 轴部的球管啊 可以提供手肘关节 跟二头肌旋转都是可以 但是二头肌的这个转动的话呢 整体就是偏紧了 腰身是卡死不能动的 脚前后左右踢 外摆内收 都是有的 那基本上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大红风模具了啊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款OP的变形啊 后面这个部件 给取下来 这里呢 有一个锁扣 把它给打开 腿部的话 就可以放下来 先把手部呢 给两侧平举 平举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旋转整个上半部啊 这个有电影第七集的 那款OP的变形 那这个车头的话呢 往前面 推过去 推过来的时候呢 它的这两个 小凸 其实是要扣这里 有两个小洞 那这个地方就要往上这里 扣住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腿的话呢 整个过来 它等于是 这个地方扣这里的时候呢 这一片部件 要整个往上翻上去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这一款的话呢 它特别不容易翻上去 我觉得 有一点困难啦 就是 在翻折的时候 不知道它是 零件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要特别 用力去推一下 它才能够推到这个位置上 推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后面这里 才能够顺利的 进行一个结合 那以及呢 它的上面这一片部件 这一片部件 翻折下来的时候 这里有个洞嘛 它是要扣这个 这个凸 所以它后面的话 其实是有三个地方 要完全扣上去 这样子 才是完全扣紧的 好 那到这边 那这个头的话呢 就把它给扣出来 如果不好 不好拿的话呢 就是使用工具呢 把它给推出来 其实还有一招啦 就是这个地方把它打开 然后呢 使用它的武器 我们之后请另外一位 OP 用它的枪去推 去顶 终于把它给顶出来了 对不对 后面这一块就可以扣上了 到这边 顺利的给各位 进行了一次 推 算了不说了 这个手部的话呢 转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这个 就完成了它的 一个 变形 那主要就是 后面这个地方 它如果整个变形到位的话 它整个一个人都是平的 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我手上这一款美版的话 它推这一块的时候 比较简单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 这个版本会比较困难一些些 好的 那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它的一个配色 先对比一下配色好了 OK 这个感觉吧 如果以MP10来说 这个美版比较像日版的 日版MP10 这个比较像美版的MP10 如果你没有这个玩具 你就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 这一款的优势呢 我真的觉得还是比较明显 比方说 这个地方 涂装 你看它有银色的漆面了 那以腰带的话 这个是黄色的车头灯 又稍微胜出一点点 但是呢 你看 这一款美版 它的口罩是金属的涂装 但是呢 这一款是灰色 是不是 就不太一样 包括这个 腹部这里 它整个是银色的 这个地方是灰色的涂装 可以这么说吧 真的是以涂装的点缀来说 先前的美版的大货 我自己觉得是细节上是照顾的比较好 但是 以OP的红跟蓝的话 我觉得它的配色比较接近 我印象中的一个 这个 G1的OP的感觉 所以 真的是互有所长 可能为了骗你两个都买 所以故意做成这样 有点不分宣治的感觉 所以人家大企业真的不是随便做的 那么这它的一个货柜的状态 可以看一下它的比例 头粘进去是这么这么高 我们的这个修理台放到这里 OK吧 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 G1OP的玩具的配备 如此这般 那里头呢 你可以看到了能量斧 还有两把小墙 能量斧的话呢 可以把它扣在这里 利用这个图本 勾上去 那能量斧的话呢 终于也为我们解释了 为什么当时 这款玩具的OP 它的手臂 上面要多一个洞 原来是要让我们安插 就可以拿出一个能量斧了 但是你看到一个拳头在这里 是比较怪的 我们稍微切个角度 它就很帅气了 那这个能量斧的 这个漆涂的很厚啊 你转的时候 还会掉漆 那另外的一个小型的武器 它就可以安置在侧边 这个小枪啊 这个小枪是不是它的 还是说是齐灰哥放出来 怎么办 反正就各位知道一下 武器可以放到这里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玩具 反抖城官网限定的 Optimus Prime 还有Bumblebee的一个组合包 价格真的不便宜 那今天的话呢 也给大家做一个 它们跟先前美版玩具之间的 配色上的一个对比 那就谢谢各位 这一集的收看 这是我的第1800集的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